Hello 您好 我是小花 欢迎来到你和我的阅读时光 如果你喜欢我的音频的话 可以帮我订阅分享 爱人在下吧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名字叫 生气的时候 想想这四个问题 你就不气了 作者 徐晓妍 网上看到这样一个段子 孩子惹你生气的时候 请默念 请生的 爱人惹你生气的时候 请默念 我选的 工作惹你生气的时候 请默念 给钱的 只有小生气 才能好好活 人活一世 开心万岁 因为生气不仅伤心 伤身 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生命本就不长 何必把时间花在生气上呢 下次生气前 不妨问问自己这四个问题 第一 光生气有用吗 生气是最容易做到的事情 烦恼地责愧别人 能让自己感到痛快又一阵言辞 但自意宣泄情绪 只会把生命的人越推越远 让事情陷入恶性循环 前段时间 同事老李负责公司新品发表会 活动请来了不少媒体和行业大咖 在现场展示环节 大家发现产品参数标凡了 看到这种低级错误 老板的脸色很难看 老李见证后 同样气急了 他先从供应上发火 又责怪对这人不靠谱 还把做PPT的同事骂哭了 结果半小时过去了 老李还在嘀嘀不休 问题却一点也没有解决 老李完全陷入了情绪的漩涡 尽忘记当屋自己是收拾藏局 而非求后算账 我们也常常像老李这样不理智 误以为生完气就能万事打击 却没意识到这是最愚蠢的做法 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指责别人的身上 不如尽小心来 给出弥补的方案 陈南京曾说 我几乎从来不生气 因为我认为没有必要 有问题就去解决 不要让别人的错误印象自己 人生不容易是十字八九 生气无异于把锅甩给别人 时间久了 再也不会有人愿意和你共事 光生气实在不止 不仅于事无补 还让人看笑话 不生气不是认怂 而是及时之算 不再盲目的纠缠 第二点 气炸了 谁负责 生气一时爽 气完火正常 我们常常只吐一时时快 宣泄情绪 却不得不为自己的言行付出代价 看过一个新闻 有一名男子 因为与家人发生争执 一气之下 爬到酒油的空调外机 任性地往下扔东西 他先后人下了塑料花瓶 文件材料 还有一把三十厘米长的斧头 结果 造成楼下两辆汽车损坏 车损价约两万元 事后 这名男子被检查机关逮捕 还有一位快递小哥 因为送错包裹到投诉后 内心怒火中烧 他要到顾客家里 当着顾客的面把包裹踩碎 拼扬言 以后你家快递我买了 顾客害怕不已 只能报警处理 这位快递小哥受到了停止处罚 很多人意愿不合就发飙 一时不爽就吵架 纯然不顾生气的后果 殊不知生气的代价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生气就像是一场龙剪风 所到之处变价不留 有人因此付出金钱 也有人因此付出生命 在电视剧《武林外传》中 郭芙蓉有一句经典台词 世界如此美名 我却如此暴躁 这样不好不好 仔细想一想 脾气暴躁一点就然 至于伤害了别人 又刺痛了自己 何必呢 问题若有法解决 却不用生气 若没有办法解决 生气也没有用啊 第三点 气病了划算嘛 在环地内经有云 百病生育气 这可不是空穴来风 而是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 生活中的有人 因为生气引发健康问题 上周 朋友毛毛去体验 查出鲁县姐姐 她去复查时 医生没有开药 而是准她犯宽心 少动挪 毛毛自从身职为部门负责人后 工作量陡然增加 再加上复杂的人际关系 让她心里交瘁 遇到一点事就稚气 她的性格本身就比较内向 凡是习惯一个人扛 结果这些吞咽下去的情绪 统统成为身体中的定时炸弹 她自嘲说 平时有同事很注意养生 自己不屑一顾 结果成人鲁县增生 气坏了身体 最终买单的还是自己 事急则变 事患则缘 我们没有必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也没有必要让自己太累太急 生气不过是拿别人 错误惩罚自己 放过别人也是放过自己 就像打游诗 陌生气中所显 别人生气我不气 气出病来无人替 若若气使谁露异 况且深深又费力 然而 虽然我们都知道 气大伤身 这总是难以合心合意 究其本质 无非是抱着侥幸心理 认为意外 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可大数据却击溃了 我们的自以为是 在北京的妇产科医院 内分泌科主任 医师阮祥燕 曾指出 大约有九成左右的女性 在患上子宫颈留 卵巢男肿等病面前 都伴有心理和情绪 异常病化 比如一烦一怒的 气在心情 伤在身体 情绪能治病 也能治病 保持好心态 是一切两样 第四点 怎么做 才能不生气呢 生气百害无一意 怎样才能不生气呢 第一 高小沟通 万卫思考 很多令我们生气的事情 都是沟通不到会引起的 把话说清楚 把疙瘩解开 怒火自然就烟消云在了 第二 与其生气不如争气 人活着生气不如争气 把那些生气的时间 花在让自己成长上 才是性价比更高的事情 第三 小怒数到十 大怒数到千 在发脾气前 不妨先做一组深呼吸 在脑海里默默数 让自己平静下来 小怒数到十就行 大怒可以酌情增加 这种做法看似简单 却有着神奇的效果 能使自己不被情绪裹挟 也不应冲动做出后悔的事情 双暗为人 没有一种生气是值得的 对朋友生气 有情散了 对家人生气 蜻蜓淡了 对同事生气 工作黄了 对自己生气 身体坏了 不管你是开心还是生气 不管你是温顺 有礼还是张牙无爪 这一天都会过去 正如风思凯所说 既然无处可逃 不如喜悦 既然没有净土 不如尽心 既然没有如愿 不如释然 善待自己 从不生气开始 你的身边有没有像和我一样 也没有和我一样 这样讲不太好 就是你的身边 有没有一些朋友 就是很喜欢生气 就是一点很少很小的事情 他就生气 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或是我看到的人 其实蛮多的 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小 但是不足以到大家可以 就是发火的程度 可是很多人喜欢把小事画大 大事画巨大 就是弄得那个 就是一个 比如说两个人 你生了这个人气 还不够 一旦弄到这个人知道 那个人知道 就大家都知道 然后传来传去 传来传去 然后最后面变看 比如说故事 然后有一些 喜欢黑你的人 然后就讲一些难听的话 把这个故事改来改去 是不是事情本来就只是生气 你可能 他可能做让你不高兴的事 好你生气就算了 那你干嘛去跟别人说呢 如果你真的要说 你是跟比较亲近的人 我觉得一两个 你可能去抱怨一下情绪就算了 然后不要到处宣传了 可是有些人就是 我很委屈 然后我很不舒服 我做了很多 就是反正 他生气的点就是 一定是对方做错 然后所以我才很委屈 所以我没有做错 我做了这么多 然后如死如死 这般这般 然后我付出了这么多 可是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什么诸如此类的东西 这个听的 这个每一年都听很多 这种东西 然后听多了之后呢 就是其实 我一般听到这种态度 我都会说 我觉得你要放过自己 然后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控制你 没有一个人可以掌控你 只有你可以控制你自己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推你一把下地狱 只有你自己走下去 有的时候在生气的时候 我可能讲这样的话 也听不懂 就觉得 我跟那一伙人是一伙的 好那我也没有办法 其实恰巧在昨天的时候 我也类似讲了这样的话 我只是觉得说 你要做一个决定 一定要思考好 就是你不会后悔就好了 你思考完 可是当你要做个决定的时候 刚刚好有一个人在劝导你 然后就跟你说了一些 就是比较劝导的话语 最后面可能就变成 你的情绪的导火索 或者是说 其实你并不想要 一个人劝你 你只想要他站在你这边 可是你站在你这边的时候 又发现不对 就是每个人的原则不太一样 就是我发现 你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所以我无法站在你这边 所以我才会劝导你 可是最后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他觉得 我不知道他怎么觉得 应该这样说 因为很多事情 不是我们一个外人 可以感舍的 这是私事 我唯一能说的是 没有一个人可以果险你 然后也没有一个人 可以替你决定 也没有一个人 会推你下地狱 只有你自己放过你自己 只有你自己可以做 你今天逃避的问题 那明天的出口呢 明天还会有新的问题 相同的问题产生 我觉得人活着 应该是解决问题 而不是不断地 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 或者把问题 用得越来越多 其实人 其实活起来也蛮简单的 可是现在的人 都越活越复杂 为什么呢 因为情绪 要控制情绪 其实说真的 以前的我 可能没有像现在这么淡定 或是说 没有像现在这么的 比较快的控制情绪 以前我也是 在沙坡的好吗 就是 也不叫沙坡 就是 你骂我 我凭什么给你骂 我也是我骂身的 什么那种状态 但是你骂我就笑笑 然后可能就拉黑 反正也看不到 就是不会去想那么多 所以我觉得 打油 拭墨生气 真的很有用 生气真的对身体不好 然后 一个人一辈子能活多久 能开心的时间有多久 还不如花点时间 去做一些努力的事情 就像如果我遇到这种事情 我可能去看电视剧 因为在剪片子 或是录音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间 都没有时间看 那在这种 就是我觉得 很纷扰的感觉 然后又没办法 就是那种 没有剪片的感觉 就这种灵感 都没有的时候 那我就看 我喜欢看的东西 就好了 慢慢的 就是看进去了之后 情绪就开了 就想做什么 做什么吧 人活胜不容易 还是少生气吧 希望今天的分享 对你有帮助 那么明天就 我们再见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